OK 软底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他们这边的健身房就是 进去比销有外血和内血 对两种 然后我们没有带嘛 然后以前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跟他们 用手机沟通了20多分钟 用Google翻译沟通了20多分钟 包括还有那个价格也是有点问题 对啊 然后我们想要把鞋擦干净之后再进去 在一个英文website上面搜到以后 上面说的600日元也就是差不多30多 来这儿他们说要1600 你们见过练的这么大的擦鞋工位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 用个空耳头机 擦个鞋要看起来 对他们本来说如果说我们 没有的话刚开始说这个鞋子 他们有可以给我们租 对啊 一双是324yen 对啊 就是20块钱 对吧 差不多 对 30多了 对20 我看毛巾擦的脏吗 挺脏的 挺脏的 嗯 这个鞋在路上走别 毕竟 你看看 其实这个有点 那个什么国外也没有要求这样子 国外只有非常非常高端的那些 工作室才要求就是败鞋的那些 我们我们我们刚在买的这个摩甲也是不能带进去 对啊 都要边练边喝的这个完全不科学 现在这种低血糖怎么办 可能因为这个是开口的 是只能那个什么的 你付钱了 付好了是吧 OK 付好吧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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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可以 好吧 喝藥就進去了